作为世界唯一的第一强国美国,历来美国总统的一言一行,都会被放到来看,不用于前几任总统发言,喜欢通过白宫及新闻媒体,这种行销甚为的手法。 现在美国总统有一个称号推特制国第一人,除了这一称号,由于特朗普另外一个习惯,说谎总统,使得他还获得另外一个称呼特不靠谱,CNN引用华盛顿邮报事实调查栏目的一篇观点,特朗普总统在上任的466天内打了3000多次谎。 换言之,这位以地产起家的总统,在当选后日军说谎,次数达到了6.5次,而这次特朗普难得靠谱一次,发的推特不再是政治地震类的新闻,而是一条非常正常的鸡汤。 特朗普的这条推文写道,如果你冷空地面对每天,如果你坚定地面对每个困难,如果你拒绝放弃,如果你永不延弃,如果你充满信心和骄傲地面对每次挑战,那么就没有你不能实现的目标,也没有不能实现的梦想。 而这一条推特一出现,可是惊呆了网友,一向喜欢在推特上对天对的美国总统特朗普,26日一改风格,发起了鸡汤推文,谈起了目标和梦想,网友开启调查模式,川普特朗普还给这条推文加了话题,青年黑院领袖峰会。 这条推特获得了上万转推和近6万点赞,网友们则在这条推文下开启了不符模式,特朗普写这条推特的概率不到1%,我就笑笑不说,话,甚至还有人at特朗普,问到谁给你写的,网友的调侃层出不穷,也有人说,哈哈哈哈特朗普从赫卡上看来的,我在赫卡上见过这句话,不要at我。 而对于网友的嘲讽,特朗普已经早就司空见惯了,当地时间10月28日,据英国《每月邮报》报道,27日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正下着雨,美国总统特朗普撑着咱,登上空军一号,结果不知道收咱,一伞手就这么进去了。 特朗普进入飞机内部时的做法令旁观者大吃一惊,在全世界的注视下,特朗普入无其事,得把伞扔到一旁,摄像机拍下了雨伞,在风中搬滚的画面,英媒认为,他进门前似乎,并没有想到要把伞收起来,或者等别人帮他收伞。 不少网友大呼吃惊,朝审特朗普竟然不知道怎么收散,甚至表示之前从没见过有人这样做过,当然,特朗普我行我做惯了,也不会在意网友们说什么,毕竟在他眼中,这些只不过是假新闻而已。